欢迎来到文学直播间 最近呢我打算出一个系列 叫做中国古代四大军事文集 这个先从刘伯温的玉璃子开始讲起 今天就是先讲讲刘伯温的玉璃子 玉璃子是一部很有意思的预演书 讲的全是这个人性与生活智慧 也就是说刘伯温很有识人之才 很懂人性 咱们看一下原文 这个第一篇叫做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楚太子以梧桐之时 养肖而祭春奉明焉 春生俊曰是肖也 生儿殊性不可义也 诗和语焉 朱英文字为春生君曰 君知肖子不可以义其性而为奉矣 而君之门下无非苟偷蜀妾 王赖之徒也 而君宠荣之 诗之以玉石 剑之以诸吕 将忘之以国事之报 以臣官之 亦和亦乎以梧桐之时 养肖而祭其奉明焉 春生君物 处为李源所杀 而门下之事无一人能报着 这故事讲的什么意思呢 人性 人性是不可以更改的 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他这个本性很坏的人 始终还是坏的 要想用什么人 先要分明 先要分清楚 他的人性如何 是善 是善类还是恶类 就像动物一样 他有猛兽 有猛禽 猛兽猛禽是必须持肉的 这个译文里就写了 楚国太子用梧桐的种子喂养 硝 硝是什么 硝是一种猛禽 并希望他温顺 发出凤凰们的鸣叫声 春生君说 这种鸟 生性特别凶猛 不可能改变 与吃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你让猛禽 吃素 难道他有性格就温柔了吗 他依然还是猛禽 苏英听了这话 就对春生君说 你既然知道 硝是不可能用食物改变他的特性 而成为凤凰的 可你门下说 收养的没有一个不是狗偷 蜀妾 很无赖之徒 而你却宠爱敬重他们 把精美的食物给他们吃 把猪驴争给他们穿 还希望他们成为国中的杰出人物 回报你 以我看 这样做 与用梧桐种子喂养硝 并希望他发出凤凰鸣叫声的做法 有什么不同呢 春生君 仍不领悟 最后被李源所杀 而他门下的时刻 却没有一个能替他报仇的 长言道 江山一改 秉性难以 对那些不学无术品行不端的人 绝不可姑息迁就 甚至寄予厚望 否则必然养虎一患 自伤其身 故人言恶习难改 然改之成才 恶习难改 能改的人 可以成为贤人 但是 真正能改掉恶习的人 有几个呢 所以说 人要看本性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用的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改造的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汉民帝 是祭年 东都大汉 野草 结交 昆明 至此节 落屋为其父老曰 南山 南山之咎 灵物 可其也 父老曰 是交也 福克用也 虽得与 必有厚忧 众曰 今汉即仍如 坐鲁探 遭不宝息 其侠即厚忧乎 乃遭落屋于 如秋 导而起之 就未必 就未必三寻 就未必三更 这个字不清晰 就未必三更 交蜿蜒出 有风随之 收收然 三股 皆阴 有清 雷语大智 未尽拔 你三日不止 一落 会见 皆亦 东都大困 是会不用其父老之也 这个故事更简单了 也就是说 没有预备 你 没有这个人 没有远的规划 人无远虑 这个人没有远的规划 必然 会出现特殊的情况 汉满帝末年 洛阳 洛阳的这个巫师 用洛阳周围的这个交融 结果 并没有后来的规划 所以造成这个 东都大困 凡事欲则利益 不欲则废 岂能为 解燃眉之急 而饮争止渴 或饮狼入室 只顾追求 眼前利益 而不远虑后果 必然会导致 后患无穷 而追悔莫及时 亦然晚已 前面的故事是说的 李源杀春生君 这个后面的故事 影射什么呢 影射合径 引洞卓入京 洞卓就是蛟龙猛兽 所以才会造成 东都大困 这个第三篇 咱们来看一下 慧亡其身 自不如色 东南之美 有金山之色 起焉 金人 有竹色者 色籍 这绝其既 偷竹马 除其去焉 色应得 以矣 经影子文 文字曰 是善也 有人 有俘虏之者 以惠王其身 以及其家 何如 知之 不如色焉 这东南地区的美物 以金山的色迹 最贵 最贵重 一种 非常贵重的动物 动物身上的珍宝 叫做色迹 景地 有人追捕色 色被追及了 就挑出他的 就挑出了他的迹 扔到草丛里 追捕的人 跑去寻找色迹 色因此得到机会 脱逃 令音子文 听到这件事 大发感慨的说 这是色 有的人 却还不如他机制 有的人因贪财 或上 因贪财 或上身 并牵连到他的家人 他的智慧 怎么连色都不如 关键时刻 这个色还知道 把身上的宝贝 认了 保住自己一条命 但是人呢 所以说这个题目叫做 惠亡其身 自不如色 人可以用生命创造一切财富 世上最宝贵的事物 也莫过于生命 然而人 却往往为财 所以成为金钱的奴隶 于是演出了一幕幕 人为财使 鸟为死亡的悲剧 舍生而取财 连动物都不做 人却为之 可悲乎 可恥乎 这个评语 后边的评语写得很好 这本书呢 这本玉离子 是一个很老的版本 所以不太清晰 大家凑合着看一下 包藏祸心 现有不仁 西郭子乔与公孙鬼随 色须 俱为微形 婚夜 欲其离人之缓 离人物之 看其往来之途 而致混焉 一息又瓦 子乔先生 堕于混 敷焉 而遭鬼随 鬼随从之堕 欲乎 子乔 焉其口约 误言 恶而不虚致 一朵子乔 乃言约 我欲其 无相 致也 我欲其 无相 戏也 为君子 为西郭子乔 非人也 既则不胜 自取无辱 而包藏祸心 以献其有 其不仁 甚美 这故事 讲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结党 破乱之人 都是包藏祸心的 一旦出了问题 他并不会保护你 他们只会出卖你 君子 是不结党的 自其不胜 自取其辱 却包藏祸心 陷害其有 以此获得心理平衡 如此损人 不利己的小人行径 实在可此可彼 他不仅是一个小人行径 这个刘伯温讲了 讲这么一个故事 意思是说 这个小人 是结党的 第一个人 叫做西郭子乔 第二个人叫公孙鬼随 第三个人叫社区 他们三个人是朋友 是互相结党的 这个西郭子乔出了问题呢 不会告诉公孙鬼随 公孙鬼随出了问题 也不会包庇社区 他们相互之间 出了危险 只会互相出卖 不会像君子一样 人以来这个替别人承担 那是君子的新闻 小人结党 只会出卖朋友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自满遭损 千功得意 只为积约 而保 而保为死 为首修修 侧不扬 数数而无所容 忧郁于灌蟒之中 一宿则而不见 太阳 不亦利乎 五干 五干寒 穷衙 稍服九阳 根辱九阴 日月过而留其灰 风雨会而留其枝 晚亦 翠弯 朝夕和平 暖爱情蓝 三针 则轰 结为祥云 五色被相 八阴呈生 炫为文章 暴日浮光 玉兮若要 紧出 蜀浆 颤兮若春趴 要都房 是以 将士剑而挨之 其以为明堂之栋梁 炎济 即以风而向 正调 正调而引 曰 梅以哉 不闻之 也容包者 物之兆 利福 士者 道之兆 多才能者 记之兆 今子之美 贯群 操伦 明章于时 情蕴未开 垢下无人 五幽子 之得为明堂之栋梁 而简为黄肠 与 腐肉同归于明明之乡 虽欲见太阳 即可得乎 五 常不盈寻 大不欲子 夫书 夫书 屈律 不闻不理 闻不闭之以财 而赤之以赤 此人不敢瞧 情不敢草 故 虽无余之美 而亦无子之忧 则武之所得多亿 无佑安所求哉 这个真目 真目是一种大财 一种很大的树 真目对荆棘 形成一个对比 真目对荆棘说 你为什么长着长长的条子 却不扬之 夜落 独径 没有什么 避障物 而暗暗的 残结在灌木丛林中 被败之老皮 遮蔽 而不见太阳 不感到 灰暗吗 我的枝干 耸立穷牙 树梢 只栋久阳 根子扎尽久阴 日月经过 就接受它的光辉 风雨到来 就得到它的滋润 晚斑 翠卵 朝夕为我 合唱暖气 琴雾 三针 折轰 结成祥云 五色景象俱备 八音成声 色彩绚烂 暴日浮光 天上的白云 像刚洗过的鼠锦 色彩灿烂 像春花招药都房 所以工匠 见了喜爱我 希望用我来做明堂的栋梁 心目说完 以后 不念习 子木 子木说完以后 紧急 随风 而呼啸 震动着 之物而 长饮 说 你真是太美了 我听说有这样的事 修饰荣望的 招饮 领悟 享用尽一美食的 招饮盗贼 多才能的 招之妒忌 现在你的美貌 灌醉 灌绝群 灌权 操伦 明扬意识 了运 未开 照下无人 我担心你不能做明堂的栋梁 却要被结成黄肠 同腐烂的丝肉 一起归到昏暗的地方 即使想见太阳 又怎么可能呢 而我长不足寻耻 除不过手指 复苏 弯曲 被约束 没有文理 上天不把有用之财给我 却把金刺 赐给了我 使人们不敢把我当 财侃 鸟情 不敢聚集到我的身边 所以我虽然没有你那样美 但也没有你那样的忧虑 因此我所得到的就很多了 我有什么可以要求的呢 这是 两类人 一种是很有大才能的人 子木 大才 一种是普通的 生长在底层的 充满着险恶的 荆棘 这个刘博文用这两种人相互对话来类比 其实这两种东西是不能类比的 各有各的运处 这个评语咱们看一下 爱打扮的女人容易招致凌辱 谨艺美食者容易招引盗贼 才能出众者 亦引起嫉妒 有用之财亦被砍伐 故人不可兴起太盛 处处争强好胜 须知满昭损 千寿亦 大智若愚者方能为人中之节 也对 这个子木为大才 但是他招的祸端也多 因为他太美了 因为他的 他的枝条 他的树干 都可以用着大才 荆棘呢 四处都有刺 他可以保护自己 就免除 虽然一直在厄运底端 走着 但是免除了很多大难 虽然不被人重视 不被人瞧得起 但是免除了很多大难 所以说他们两类其实不能 不能对比 但是各有各的好处 各有各的 应该说 每个生命 各有各的 优势所在 用人来说的话 确实是自满遭损 千功得益 其实是不能类比的 心胸狭小 图自伤悲 石阳先生 为玉礼子曰 子不知 子之 忧乎乎 玉礼子曰 何为其不知也 曰 何以自知 曰 周人有好交付者 又不阻止其心 则扭捏而不至 避易而厚多 一日有所知 媚捏而服之也 洋洋而去乐甚 岂有半途而至之念 则万而皆 事而烧之 捏去 而记载其心 周周然 五不而六事 不成行而复 郑子阳 好其妻 其妻 媚而恶焰 避之以 敌三年 未之见 一息 扯其敌 见焰 则央然不乐 生淡而不媚 其妻 虽以 敌弼之 忠不好矣 故 因骨之目 生于 倩言之下 终年不见 日月之光 而不愿者 不知天之有 日月也 无秋之也 仍重道 以为实 实处旧 而待心 心未尝 不敢 截其旧 但日之母 是其和 皆 隐而且利 喜而归田 心可欺 这皆 发其旧 于其人 保之 旧其尽 而心未熟 不胜其 绝望 于其子 及妻 更望而蝶式 妻其母 而何欲卿 是非 数之 反清也 望之者 妾也 今人 有走虎 而捐其 职者 以为 虎以 实之以 福求 以 仍有 见而 告之 曰 儿子在 何树 求之 福信 采心者 以归 子之 他日 欲而 争之 其子 福食 以 造欲之 太子 病 造 以缓 以缓 之曰 病格 以 非万金 之药 福克 问之 曰 是必 得代 之 金 之欲 勾楼之 杀 与同 清零 之 争条 与同 清零 之 争清 昆仑之 之 白英 何谱之 诸 朱 朱 之 西 三井 之 宝贵 以 吴吕 之 宣 以吴吕 之 干 宣 其 和 拱 签 而 炼之 一年 而和 二年 而成 三年 而 一生 则 取 而 埋 朱 土 宗 又 三年 而 福之 是 可以 其 以 淳于公 闻而 孝之 曰 承 所谓 一环 装子 之 其 见恶人 而 哀之 恶者 而 从而 求实 装子 曰 无以不失 其日 以恶者 于 曰 无 见 国 我 者 多 以 莫 我 哀也 哀我 者 为 夫子 像是 夫子 不 识 其能 哀我乎 卷龙 先生 为 诗阳子 曰 黄语 朔语 江 时日 而 风 横 从 西来 其 环 而言 又 时日 而 风 横 从 东来 从 这 惠 而 弃 于 西 子 曰 天 有 封 主 为 于 辱乎 何 为 弃也 这一篇 就比较难 咱们看一下他的翻译 石阳先生对玉璃子说 你不知道我的忧虑吧 玉璃子说 为什么不知道呢 石阳先生说 怎么知道呢 玉璃子说 周朝有个好穿新衣的人 倘若有的衣服不称心 他就扭捏而不放心 必须改换后才满意 一天的出门去 衣袖被染黑 而他却不知道 洋洋得意而去 高兴极了 他朋友半道上看见了 就告诉他衣服上的污点 他就因惋惜而连连叹气 用手捏抓着揉搓污点 污点去掉了 但班级还在 他的心里很不平静 总部就看六下 没有去 没有去成 就回家了 郑紫阳 喜爱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美貌 但前额上却有个浅窝 就用字语 把浅窝 折比起来 三年 没有看见他 一天晚上 剥去字语 看见了浅窝 他就露出不满的神情 一天 一夜未能安睡 他妻子即使 再用字语 把浅窝的浅窝 遮起来 也仍旧 认为不好看了 所以 因古树木 生长在 倩岩的 倩岩的下面 中年 不封 日月的光辉 却不抱怨 却不抱怨的原因 就是因为 就是他不知道 天上还有日月 武丘的田野 有个人 以种稻谷为生 每年储存旧的 而等待新的 新的未成收 就不敢吃尽旧的 早晨到田野里 看到稻苗都抽税 并快要结实了 高兴的回到家说 新稻谷可有希望了 就把旧稻谷 全部取出 分给他的家人 保持起来 旧的 将吃完了 而新的还未成熟 他心里很不满意 并抱怨起来 从他的老婆孩子 每天来往 到田里去看 坐到田根上去 看见 稻苗更加清绿 这并不是 稻苗反兴 而是他盼望 稻谷成熟的心 太急切了 金帝有个人 因逃避老虎 而舍弃了 他的儿子 认为老虎 已经把他的儿子撕了 就不去寻找了 有人看见了 他的儿子 就告诉人说 你的儿子还在 为什么不快去找他 那人不相信 有个砍财的 把他儿子带了回来 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 过了些日子 那个人遇见了儿子 就和砍财的争了起来 结果他的儿子不认他了 赵王的太子生病 遭医缓治疗 医缓到来 说病危急了 非得用许多贵重的药 不可 问他用什么 要 他说这病必须得用 带地的红土 锦地的玉石 勾楼的沙子 与铜清零的铜矿沙 昆仑的紫白鹰 和铺的珍珠 鼠地的西角 三朝的宝贵 衣武吕的炉 宣 旗 和拱迁 而也恋他 一年就和 二年就成 三年 就重生 再把他埋在土里 再过三年就服用他 这样病就可以治好了 春于公听了就笑着对他说 确实啊 你真是所说的异化啊 治病很慢 异化 庄子到齐国 看见饥饿的人就怜悯他 饥饿的人就跟随他要吃的 庄子说 我已经七天没有吃东西了 饥饿的人常叹说 我看见从我面前的人 走过的人太多了 但没有一个怜悯我的 怜悯我的只有你老父子 假使你不是七天没吃饭 那又怎么可能怜悯我呢 眷龙先生对施养子说 从前我曾经在江中逆流 而上行了十天 而风总是从西面挂来 等到回来沿江顺流 而下又行了十天 而风又总是从东面挂来 跟从的人气愤而哭泣 我为他叹息说 天有风主是专门为你我的吗 为什么要哭呢 咱们看这个评语 法国作家于果说 比大地宽广的是大海 比大海宽广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 熏怀 人生在世更应有 崇高的理想和广阔的熏怀 待人及物 应遇不及小节 为区区小事而耿耿于怀 扼腕长叹 或忧心忡忡 相遇而弃 只能平天烦恼 吐之伤悲 嗯 对 这些个故事都说 都说的是这么个意思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太过于看中细节 啊 这个大的方向就迷失了 所以心胸狭小 图自伤悲 给现代人一个警告 啊 现代人都是精致的立即注意者 看到的都是自己 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一面 从来在乎的都是自己的细节 啊 一些生活细节 但是没有大的胸怀 尤其这个现代人 精致的立即主义者 稍微有不称心 啊 就会抱怨 自仁者自 自知者明 岳王宴 群臣 而言 吴王夫差之王也 也以 杀子续故 群臣未应 大夫子鱼 鞋而言曰 长之东海矣 东海之若 由于 清主 于强 慧焉 借灵之从者 以斑 见魁出 憋言尽而笑 魁曰 二和笑 便曰 五 孝尔 之 雀曰 而有 而幽 而之陪也 亏悦 我之雀跃 不幽 而之 图 破乎 五之雀跃 不幽 五之雀跃 不幽 而之 必破乎 且 我之 用一 而而用四 是幽 不耳地也 而笑 我乎 故 匡之 则迎其托 业之 则悔其负 终日扑符 所行 吉许 二胡 不自幽 而幽 我也 今 王 沙 大夫 总 而走 凡礼 四方之士 吊手 不敢 难顾 岳无人意 称恐 诸侯之孝王者 在后也 王 莫然 岳王 宴请群臣 并谈论 吴王 夫菜的灭王 是因为 杀吴之叙的缘故 群臣听了都不言语 这是大夫子鱼 站起来说 我曾经到过东海 东海的海若神 出游到青州一带 疆域去集会 鱼虾 谢鳖 等随从 按次序排列成行 这时见魁兽出来 海鳖 伸着脖子而发笑 魁问他 你笑什么 海鳖说 我笑你翘起一只脚 跳起就怕你跌倒 魁约 我一只脚 跳跃 还不如你 破脚爬吗 况且我用的是一只脚 而你用的是四只脚 四只脚还支持不了你 为什么还笑我呢 你故意踮起一只脚 那么小腿就被拘泪 要是拖着脚 就要磨破肚皮 一天到晚只能爬行 所有的路程能走多远 你为什么不担心自己 却担心起我来了呢 如今大王杀了 总大夫 又跑了范李 四方的闲事也掉回头 不敢向南看 越国无人可用 我担心 诸侯笑大王的时候 还在后头呢 岳王听了 默默不语 确实这个 举了一个故事 应该是勾建 灭无之后 岳王勾建 灭无之后 杀了大夫文仲 自以为得势 所以这个大夫子鱼 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知人者知 知己者明 自己有什么缺陷 自己都不知道 反倒去笑别人 以己之长 功人之短 而无事自身的缺点 即可能发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去笑话别人短处 岂不是五十步 笑百步 其实人是不能类比的 就刚才 像我说的 这个子木与荆棘 也不能类比 人与人 也是不能类比的 各有各的缺陷 各有各的优势 以及每个人的人生 以及每个物的 这个生命的特点 都不一样 道家讲包容 为什么包容呢 是因为相互之间 并不能类比 而是要以己之常 补他人之缺 才能达到万物其异的 这种大的境界 这叫做天道 这个故事很小 说人要有自知之明 其实人 有自知之明的人 是不会去类比别人的 只会找自己的缺陷 从而从自身 不断的进步 并不会去攻陷别人的缺陷 去喜笑别人 那不是 那不是这个明智的人 以记顺造卫国之词 公仪子 为正于卫 卫人 纯于婿 以才字之鉴 公仪 公仪子 是而知其仆人也 退之 纯于婿 之西河 西河守 使人 使人道 而入餐 造人以为将 西河守 为公义子曰 是必 旧造义 造就 卫国之利也 公义子 悄然不越约 如大夫言 是卫国之词也 西河 由于容人也 由于入秦 秦目公 永之 由于贤 秦人不敢 轻荣 五具造人之游 是轻卫也 这个故事呢 就讲的是 用人之道 作人处事 须光明磊落 堂堂正正 倘若一位 玩弄阴谋 是用诡计 大则有损国格 小则有损人格 阴险狡诈 即使侥幸得逞 也为正人君子 所不辞 况且有事 还会弄巧称拙 这其实是用人之道 用人还是 要心要放证 有些事 有些原则 是不能触犯的 要知道这个底线在哪里 耻辱在哪里 这才是这个 为人 这个 才是这个 做人处事的 大的方策 中言逆尔 于言获己 玉离子曰 鸟鸟鸣之 不必有胸 雀鸣之 不必有庆 是人之所施也 进而 有鸟鸟 日即人之奴 已名 这其人虽横喜一莫不知恶也 有雀焉日即人之卢一鸣 这其人虽横忧一莫不悦之也 其为常人在 虽则是亦不能免疫 何在宁费其生语 是故直言人皆之其为忠 而不能处不厌 于言人皆之其为邪 而不能处不祸 故之直言之为要时而有意之己 而有意语即然后过于能听 之语言之为敌己 而有汉语即然后过于能不听 是皆处之其身之利害而燃业 是故善为患者 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为邪者 必因其一臂因其利害而弃之 未能着见利害之使者 未能辨人之言辨人言之忠于邪也 人欲求其心之祸 当于其闻鸟雀也识之 这诗人之名 刘伯文果然有诗人之名 玉礼子说乌鸦叫不一定有凶祸 喜鹊叫不一定有急性 这是人们所知道的 现在如果有一群乌鸦每天聚集在人们的屋顶上 鸣叫那么那个人即使经常快乐 也没有不厌恶他的 有一群喜鹊每天聚集在人们的房屋顶鸣叫 那么这个人即使经常忧虑 也没有不喜欢他的 即使是平凡的人这样吗 即使责任明示也不能避免 为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他们的叫声吗 所以坦率的话 人们都知道他是忠诚的 但却不能做到始终不厌恶他 奉承的话 人们能知道他是邪恶的 但却不能始终不受他迷惑 因此知道坦率的话是钥匙 并对自己有益 然后敢于倾听 知道奉承的话是病害 并对自己有损害 然后敢于不听 这些都是害怕对于他自身的厉害 才这样做的 所以喜欢忠诚的人 一定因为他的厉害而宣扬他 喜欢邪恶的人 必定因为他的厉害而欺骗他 只有能明白透彻的看清厉害的实质的人 才能够辨清 辨别清楚人们言化了忠诚与邪恶 人们要想找到他的心被迷惑的原因 就应当从他听乌鸦和喜鹊的鸣叫声中去认识他 这个写的很深 这个意思写的很深 心性是不得迷惑的 识人必须有道 那评语就说了 良养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而利于行 但人们往往不喜欢听真话 而乐于被人恶于奉承 在他人的甜言蜜语中得到快慰 即使责任也难以例外 要想拜托奉承之言的迷惑 最好每时每刻提醒自己认清其危害性 面被祸及悔之玩意 识人知道要看清是非 看清人的内心 火虎不分 自食不悟 东欧之人为火为虎 其称火与虎无别也 其国无陶也 而富污以毛 故多火灾 国人曾苦之 海鱼之古人 是井 为井国有冯妇散伯虎 冯妇所在 则其义无虎 归以于东欧军 东欧军大喜 以马十四 欲二决 文井 是存 命古人为行人 求冯妇与井 冯妇至东欧军命驾 虚左 迎之于国门外 共战而入管 于国中为上课 明日是有火 国人 北肯 奔告 国人 奔告冯妇 冯妇 让弊 从国人出 求虎福德 或 迫于公事 国人用冯妇 以去火 作而死 于是古人 以望得罪而冯妇 死 服务 这个东欧的人 东欧 古代的温州一带 浙江温州的别称 那时候叫 东欧国 东欧国的人 把火叫做虎 他们发火和虎的字音 没有区别 他们国家没有砖瓦 而盖屋顶子 全是茅草 所以 多盐灾 国人 都吃过他的苦头 靠海边的地方 有一个商人 到了晋国 听说晋国 有个叫 冯妇的人 善于 童虎 普斗 冯妇 说到了地方 就没有老虎 商人回来 把这件事 告诉了 东欧国君 东欧国君 听了高兴 用马 四十匹 白玉两双 文锦十匹 做礼物 命令商人 做使者 到晋国 聘请 冯妇 冯妇应邀 到来 东欧君 命驾车 须左 亲自在国门外 迎接他 又一起乘车 进入宾馆 把他当作国中的上兵款待 第二天 四中起火 国人 奔告 冯妇 冯妇 吕袖身臂 跟随国人 跑出来 找老虎搏斗 却没有找到 这是大火 迫向宫殿 店铺 国人 出入着 冯妇 就奔向大火 冯妇 被烧着而死 于是 那个商人 因为 说假话 或罪 但冯妇 却致死 也没搞清 是这么回事 这是沟通不散 造成的 火和虎 分不清 火虎 不分 致死 不误 这讲了一个沟通不散 结果出现笑话的故事 由于言语不通 火虎不分 一字之差 酿成 防悔人亡的差别 防悔人亡的悲剧 令人 啼笑皆非 故而吸取教训 办事 应严肃认真 意识不够 马虎从事 适适而非 必然到处笑话 甚至酿成大祸 这不是马虎的问题 这是沟通不散 因为他们民俗不同 火虎不分 确实这个地域不同 这文化不同 相互之间 无法沟通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笑话 咱们看了十片 咱们换一个版本 换一个版本 再看这个玉离子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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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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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版本呢是繁体字版 那么看有啥不同 有啥不同之处啊 感谢观看 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 这个繁体字版 也就是说是原版 原版这个玉离子 篇幕顺序是不一样的 第一篇 这个原版这个繁体字版的第一篇是千里马 上面看一下吧 千里马 玉离子之马 之德 觉提言 人曰是千里马也 必自诸内疚 玉离子 悦 从之至今思 天子是太仆 月方贡曰 马这两矣 然非祭禅也 至之 于外幕 南公子 曹 未玉离子曰 喜华之山 喜华之山 是为地之 明都 爱有甘雨之雀 抱而扶蓬 为天下之鸟 为凤 能履其行 于是道凤之道 至 至凤之至 是以凤之 明天下 创究 见而未之曰 之意之 之意之乎 目主之于 涂藕乎 上古 圣人 以目主是神 后世 以涂藕 非先王 之念律 不周于 金之人 金之人也 苟求 苟求诸心肠 不以 貌相 而今 反之已 金子又以 古反之 福明 则已 明必 有利 触明之 耀然而称阴 福吴童之之 入于清云 即空穴 而阴 言 凶 松 三 百 风 莫不正科 而合之 横体树 横体树木 之听 之者 亦莫不 蠢蠢烟 兮兮 兮兮 经文 而大替 为其 为其 三子 三爷 也 三极也 为其三极也 是 辽禅 之 之于 王母之 始约 是雀 而其 其音 不详 是雀 日足之 静 幽民 焉 却 为于 海滨 福柔 欲而 舍之 众 斗 即死 经 天下 之不内 无此之 不为 幽民 而为 雀 也 我 之之 也 啊 这个版本更老 而且好多字还翻体字看不清楚 mend 唔 来 因 去 到 房 到 日 熊 还是这个版本吧 还是回归这个版本 虽然也不清晰 但是至少这个还有解释 还有注解 还有评语 比那个全一些 以人之长补给之短 孙子之良之奇 贤记交迎之而是死焰 饮食必清起 庆幸必清问 孙子所喜贤记亦喜之 孙子所不欲贤记亦不欲也 周氏为孙子曰 指之责责 颇须之于自乎 则则破须负字以走 为其能 涅甘草而施己也 非忧 其将为人祸而负之也 今子为 智而田子 则则破须也 指其死之 孙子曰诺 孙子从大梁到七国 田记在城郊迎接他 按私礼 侍奉他 饮食必亲自奉送 起居必亲自扩问 孙子所喜欢的田记也喜欢 孙子不喜欢的田记也不喜欢 周氏对孙子说 你知道 则则住须和彼坚授吗 则则住须背负 彼坚授而逃跑 因为彼坚授能 啃吃甘草来喂养他 彼坚授也不用担忧 他被人捕获 而由则则住须背负着他 如今你是彼坚授而听 前几次 则则住须啊 你要记住他 孙子说 好吧 相互依靠 讲了一个相互依靠的故事 则则住须 散走而不散死 彼坚授 散死而不散走 两者结合 相得益彰 人与人之间 意思如此 相互尊重 取长不断 与人与己 皆大有益处 否则便顺人不利己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人是不能类比的 物与物之间也不能类比 相互之间是 互补包容的一个天道 如果相互类比 相互竞争 那就 互相之间 都会找到缺陷 甚至于不能够生存下去 乌丰得记不劳而食 其梨为雄 则复约 旨意只有马丰湖 黄丰但其利已为密 乌丰不能为密 而为食密 故将故生 故将故护 其王 使四处而即刻 毕竟诸其马丰 其不去者 众计而杀之 今 居止嘲者 无小 无小大 无不服 守卓 无小大 无不服 守卓主 无你认王 是皆有异于 出国者也 而只读 熬以食 先兴而卧 见日而畏起 是无异于 出国者也 但兮且即刻 无忧子 自为 马丰也 雄则复约 只不观 夫人之面乎 目于鼻 口 皆 日用 之极 读梅 无所事 若可去也 然 人皆有梅 而只读梅 其可关乎 以楚国之大 而不能容 一敖 以食之事 无恐其为 无美之人 以以 官者笑也 出王门之 以后 以后代 雄则复 其里对雄则复说 你也知道有一种 乌风嘛 黄风 接近全力 采花 酿蜜 乌风 不能 酿蜜 却只会吃蜜 所以 黄风 把 风房门 用泥 吐塞 那黄风王 专门监视 积蓄的 蜂蜜 并计算 瞌睡 这样就必须 把那些不劳而获的 乌风 全部改走 那些赖着不走的 群风就 欺名着 咬死他 如今 身居朝廷的人 不论 官子大小 没有一个 不是 手上摸起老茧 脚上升了 洞窗 尽力来担任王室 都是对楚国有益的人 但你却独自游玩而食 星星还没有出来 你就先入睡 太阳出来了 而你还没起身 你这对楚国没有好处的人 一天到晚还计算瞌睡 我担心你要成为乌风啊 雄泽户说 你没有注意人的脸吗 眼睛和鼻子嘴 都是每天必须急用的 唯独眼眉 没有什么 刺干 你可以把它去掉啊 然而人们都有眼眉 唯独你没有眼眉 那怎么好看呢 凭着楚国这样大 却不能容下一个游玩而食的 世人 我担心 那就要成为没有眼眉的人 而流感 观看的人 笑话了 楚王听了这番话 更加啊 优惑的对待 凶者富 还是那个意思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用处 并不一定和别人活得一样 它是相互互补的作用 身居官职 就要截其所能 秦正为民 正所谓在其位 谋其正 居其位 而不谋其事 就像不容而获的乌风一样 于国于民和义之友 属于操劳而强之夺理 更是厚言无耻 自甘堕落 不对 他这个戒的不对 刘文文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后代这个雄者富呢 是因为他有他的用处 他的用处是眼眉 雄者富曰 只不观夫人之面乎 只不观夫人之面乎 目于鼻口 鼻口皆日用之机 读眉无所事 其可去也 然人皆有眉 而只读无眉 其可关乎 以楚国之大 而不能容 一熬 以识之事 而不能容 一熬以识之事 无恐其为 无眉之人 以以观者笑也 人是不能类同的 可以相互配合 但是不能相互比较 人是不能比较的 不能说不能类同 可以类同 同样的人 干同样的事 但是不同的人 之间就得相互配合 他这里评语也有错的地方 有理解这个原文有错的地方 这个熊泽富并不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 他只不过 他是干了他 应尽的一些事情 和别人不同 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 咱们看这个 刘伯温越写 越把他这个 道家的事项 就表达出来了 这里这个题目就叫 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 玉璃子曰 人之度量 相悦也 其由江海 自于 厌全乎 厌全之威 其而自于海 无以上之矣 而海 亦不自知 其大也 为其不自知 不自知其大也 故其 那不矣 而天下之大 莫加焉 圣人之为德 亦若是矣 是故眼泉而 眼泉那 颜阙 那颜泉 池那 颜泉 勾那池 快那勾 西那快 窜那西 折那川 江河那折 而归足海 故天子海也 公侯 亲大富江河也 川折也 树官 宴会之类 而万民 皆厌泉也 厌泉之于海 其相去也不亦 大 其相去也不亦 大悬绝乎 而其事 必屈焉 其字 之感 情之达 如弃字 而崇明也 如雨来 而左润 也 君人 君人 这为德 与良聚 而后天下 莫不归焉 德以收之 良以荣之 德不广 不能使人来 亮不红 不能使人安 故亮相而思纳 大者 获也 卢卢之 卢卢之神 不可以 灵红涛 高凡之此 之离 高凡 高凡之如 不可以 玉飘风 大不如海 而 玉以纳江河 难在 这个玉离子说 人的度量 相互差距 很远啊 这不就像江海 和林泉 相比一样吗 林泉不宜小 泄机 而到大海 没有能够超过他的了 而大海也不知道自己那么大 由于他不知道自己那么大 所以他容纳不止 而天下之大 没有超过他的了 圣人的积德 也就像这大海一样了 所以 盐泉容纳林泉 水池容纳盐泉 水沟容纳水池 水渠容纳水沟 溪流容纳水渠 川流容纳溪流 湖泽容纳川流 江海容纳湖泽 而最终归于大海 所以 天子是海 公侯 亲 大幅是江河 是川流 湖泽 一般官僚是西块之类 而万民都是林泉 林泉流到大海 那相互的距离 也不是相差很远吗 但他的趋势必定留下那里 他的志向 感愤 情状 豁达 像节气 志 而聪明一样 像雨来 而着实 斯润一样 做君王的只有德和粮都具备 而后天下人就没有不归服的了 德不广不能使人来 量不大不能使人安 所以度粮小 却像容纳大的 这是灾祸啊 小沟谷里的小鱼 不可能抵挡 红涛 涛草篱笆上的小鸟 不可能地狱狂风 大不如海 却像容纳江河 难啊 这还是要有自知之明 身为人均 应有大海般宽阔的胸广 胸怀 海纳百川 有能来大 气凉狭小者 岂能容忍而成事 只有广施人正 大度容忍 才能使天下英才 竟相归复 为己所用 于公于私 结为已善 这个结得很好 这就是道家的包容 你心胸广大了 之后才能悟到更高的境界 做人做事都是这样 口舌之能难成大气 解个如鱼 白狄辩 皆朝于鲁 欲于 沈幽氏之躯 相你而失效 从者归而 欲诸管 交此焰 鲁人使之躯 略于远乡以示之 服欲 公善扶居 欲罚 济氏 问于然有 然有曰 何遭仲礼 公善扶居 使遭仲礼 或为其人曰 此之从夫之也 颤衣而着实 慧将横其顾 而封其心矣 而遭众理念 至避受之证 将绳子 将绳子一末 指其毁斋 乃因处使使使者 一起礼 众尼不治 将其师 然有曰 何文诸公乎服听 虽以服人 公济氏 问昭公焉 师入 金公公 济环子 携公 以登台 使行人 使诸费人曰 先君之事 先大夫有之 虽然盟主 是有命 今师之 弑君为谨 群慧 幽卧 灭有二命 二三子 不念 鲁国 不谋于君 而扶林 以兵 其若君于社 即合 其为 其五文之 冤不下鸟 冤不贺鸟 坦替 不择 以居 为二三 于土之 废人 夜隔而走 公三扶紐 出奔旗 君子曰 公三之法 既是也 其由戒格鲁之修底乎 虽欲 遭重你 虽蒙于其人 而福果 其无成也已灾 戒格鲁是个人名啊 戒格鲁偷顶上留着 爽 留着四级 白敌部落首领的头上 说着辫子 他俩都去向鲁国 朝拜 在 沈幽市的街道上 相遇了 二人相互携事 就认不住的发笑 随从的人 回来就在旅馆中 谈论 相互说长道短 鲁人派人捉 拂油和 枪锤 展示给他们看 他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是公三扶紐 正要讨伐祭祀 向燃友询问 燃友说 为什么不去照见仲邻 公三扶紐派人去见 去照见仲邻 有人对那个使者说 你随从夫子穿新鲜的衣服 并且吃精密 如今将永久保持过去那样 还要增加心的了 一旦招来仲邻 他必定交给你 交给他 执政办法 这样将用绳索束缚你 你那时要后悔的呀 于是就说是那个使者更换了 聘礼 结果仲邻不到来 将要起兵 然有说 何不听听昭公的意见呢 公三扶紐不听 于是用伏地的人攻击 祭祀向鲁昭公问罪了 军队攻入 惊动昭公的攻势 季恒子就挟持昭公登上高台 派使者则被夫人说 抢先君王的事变 抢先君王的事变 先前的大夫有这样干的 虽然如此 但君王是盟主就握有权命 如今这件事你们尤其要谨慎从事 君王对你们恩惠优厚 况且没有第二权命 那两三个小子不考虑鲁国 不同君王商量 就怒气冲冲的濒临城下 他们又能把君王和国家怎么样呢 况且我听过这样的事 老鹰不被乌鸦所恐吓 脱衣露体不被边缘地方的人所责怪 这事只不过是有两三人谋划的 夫人听了这番话 就拖着兵器逃跑了 公三扶紐逃搬 齐果君子说 公三扶紐讨伐 即使岂不是就像 借格鲁和白敌的小巢小闹一样吗 公三扶紐虽然想遭重磷 但终于被他的使者蒙蔽 而没有结果 他没有成功是应当的 树雄心力大致固然不错 但理想的实现 要以满腹的财血做后盾 没有真财磁血 金平吵吵嚷嚷 只撑不了气候的 自大财书者 往往会是大致成为末路 当一次伪贱 这应该是讲的这个春秋时期的 春秋左传里面的一个故事 写的很深刻 人必自辱 后人辱之 其人有好够食者 美食必够其谱 至坏气 头必住 无空日 寡人厌之 任服言 将行 政治以苟 约 是能足礼 不点以争执 行二十礼 而食 食而遭狗 于之食 狗嚎 而厚食 且食而且嚎 且食而且嚎 主人够于上 而狗 嚎于下 美食必辱之 一日 其谱 食相 然后觉 御礼子曰 夫人必自武 而后人武之 又曰 饮食之人 则人见之 食人之谱 也 人必自辱 而后人辱之 人必自武 而后人武之 自己不尊重自己 别人才会瞧不起你 有人好无端叫骂 而人争执于狗 人常同狗一起乱喊乱叫 与狗无异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应知道 自重自爱 相敬相仲 方程大业 须知 人必自武 而后人武之 这十五篇中 写的最好的 我个人喜欢的 还是 这个 一个是 他写包容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另一个是口舍之能 难成大气 这两篇写得好 这个题目应该是后人加上的 加上的 但是取之于 他的本意 玉礼子确实是一部诗人的书 可以 可以仔细去读 我休息一会儿啊 咱们一会儿来继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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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